那關於這個凱米的最新動態 今天上午涵蓋了大部分東半部地區暴風圈 已經接觸到台灣的陸地了 那目前看起來宜蘭是首當其衝 雨勢也變得越來越大 南方澳的南興安檢所 幾乎快要被海水給入侵 怎麼回事 我們把現場交給記者均嶼 凱米台風步步進逼 宜蘭首當其衝 在南方澳部分雨勢逐漸變大 海水排打上岸 就連一旁的南興安檢所 以及拍賣魚市場 幾乎都快被海水入侵 一旁還有民眾拿著釣竿 就站在岸邊釣魚 面對凱米台風來勢汹汹 氣象署更是海陸景齊發 更提醒凱米台風 將在今明兩天 對台灣的影響最為明顯 可能是近幾年來 衝擊最有感的台風 而今天全台除了金門線以外 全部都停班停課 目前凱米台風的暴風圈 已經涵蓋大部分東半部地區 不排除今天深夜會登陸台灣 各地風力跟雨勢都會越來越強勁 尤其依然可能會出現 十二到十三級陣風 一想想有個因情況 把鏡頭交往桶內 台灣本島各縣市今天二十四號都已經宣布停班停課 而目前花蓮港的風雨情況是如何呢 繼續交給記者紫瑜 是的 主播畫面中可以看到中台凱米直逼台灣 花蓮港風雨相當明顯 目前因為大潮漁港的海面明顯有升高的情況 海水已經打到消波塊 雖然大多的防台措施都準備好了 但依舊有漁民擔心船隻會受損 這個颱風的風雨很大 對啊 對啊 也是今天早上才來綁船 沒有 從天就開始綁了 它還可以在這裡 朝一天可以固定一下 嗯 東西要整理收起來了 我們大家評估上這個颱風 會不會很對花蓮這邊的一個 漁港會有比較大的一個影響 一定會的啦 一定會吼 欸 一定會的啦 因為這三次地震過後 現在這個震源差很多了 這個沒有固定的話很危險 當地漁民的經驗說 晚上風雨就會變得更大 而目前的鎮雨狀況仍然持續 根據氣象署觀測資料 凱米過去三小時 強度略為增強 暴風圈也稍微擴大 大約清晨左右 中心在宜蘭東南方海面 向西北轉西北溪移動 暴風圈逐漸進入台灣東半部陸地 對台灣各地 以及澎湖將構成威脅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況 交換給棚內主播 另外關心到的是北部地區 其中呢 新北的潛水灣現場 風雨現在好像也變得越來越強大了 我們再把現場交給記者兩號 好 主播觀眾 我們目前人在新北的潛水灣這裡 透過現在現場的畫面 可以感受到在這裡呢 是時不時的就會下起一陣的 這個比較強一點的雨 因為現在就是屬於一個颱風的階段 所以雨是一陣接著一陣的 但這裡呢 反而比較感受到的雨 沒有那麼強烈 但是風比較大 而且透過鏡頭可以看到呢 現在的浪也是屬於比較大 這樣一波一波的不斷的拍打上來 那最主要當然還是受到這個颱風的影響 所以說呢 這邊的風啊 跟浪呢 看起來都是比較明顯的一個情形 因此也就擔心說 現在這個 營業庭班課的情形呢 如果是有民眾跑來這裡 關浪的話怎麼辦呢 所以說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早早就已經拉起了封鎖線這邊 請民眾這邊 這邊距離海這邊還是有一段的距離 讓大家不要能夠太過靠近這個海面這裡 那同時呢 在這裡呢 我們也看到有工作人員呢 是在這邊加強他們的防台措施 最主要呢 他們是平常在這邊會有一些救難救助 或是清理傷口的一個狀況的情形 他們呢就在這邊來先固定了他們平常的用具 我們先看一下稍早的訪問 綁緊一點是不是 對呀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在這邊有設定讓個救護站嘛 救護站喔 對就有禮拜六 禮拜天啊 喔 然後我最近是放帳篷跟椅子啊 喔 這些就是帳篷椅子那些這樣子 那現在就把它綁緊一點那樣子 就趴 風太大會吹走啊 今天早上才來綁的樣子喔 我真的 做到了 我今天真的加強 昨天就已經先綁了 對呀 好好好 應該強硬做好一點啊 好 我可以聽到這位會長是表示說呢 其實他昨天的時候就已經有先把 來做房台的工作了 但是呢 看到新聞的報導之後 覺得說會不會擔心風雨又更強大 所以他今天又早一點 再來把這些東西來做加強喔 那以上就是目前這裡掌握的一個 最近情形 主播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客戶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那一起來